《武林寺》 這些老照片 就是50年代到90年代 大約40年時間 前前後後收集的 加起來大約有3萬張左右 不知道誰拍的 不知道拍的誰 然後不知道誰擁有 無數個藝名構成我們一個年代歷史的真實 我出生在安徽 進到了《中國青天報》 從此新聞攝影工作 就開始把以前陸續所做的民間的這些圖像 開始進行再收集、再整理 所有的舊書市場 都是我重點的目標 北京、盤家園、鮑國寺 上海的話 比如說城隍廟、南京、杭州、成都、重慶 西安、蘭州 包括烏魯木齊 看到了大量的非常樸素的民間的 日常的生活類的圖像 談不上是收藏 因為它太便宜了 有時候100塊錢都買一堆東西 開始的時候 日常生活照片 絕大部分是在照相館裡拍攝的 1956年公司合營以後 私營照相館成為一個集體以後的 規制就會越來越多 就是怎麼穿著 然後甚至怎麼樣一個神態表情都有人來調動、來安排 做到那個假的小汽車裡面去照相 是對未來生活的期許與享瓦 從50年代要少出文盲 只要一拍照 手裡就要拿著一本書 或者一張報紙 讀出看貌的類型 一家人做到一起的時候 把各種樂器都集中了 每個人手裡拿一個都做表演狀 吹拉彈唱 那麼就產生了 到1963年左右的這個時間的話 這個規訓基本完成 照相機 然後被個體所掌握的時候 它會在哪裡拍照 可能是在大自然中間的什麼地方拍照 有條件的話 我們要去明山大川 風景明盛的地方 理想青年 我們可能要去一個革命聖地去拍照 城市 就是對於現代生活的這個想像 一個是北京、天安門廣場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上海 最集中的地點的話是外灘 改革開放以後的 大量的進口的這樣的自動相機的進入 照相的這種自由度的話 就是越來越大 變得越來越隨意 身體越來越放鬆 跟當時的這個社會思潮關係很大 講究個體的這種解放 比如說特別在上海的這個文化裡面 一個女青年穿著裙子 戴著墨鏡 看起來很洋派 還有一個遮陽傘 躺在草坪上面擺個POSE 在後面 個體 甚至裸體 半裸體 然後泳裝 二十世紀下半夜 幾乎所有人拍照的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表演性 只要一照相 馬上就會改變自己的狀態 形象 然後來進行表演 難道這個日常生活照相中的表演是我們的國民性嗎 引起你很多的思考 第二的話有一個重要的模仿性 模仿你能想像到的主流意識形態所傳播的視覺形象 比如說會模仿楊子蓉 戲劇舞台 模仿上海灘裡的周潤髮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圖像裡面 你能看到很多流行的政治元素 比如說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戴一個像張 拿一個花 符號性就非常明顯 合影上面顯示出的特徵 男人跟男人在一起 就說戰友、同志、革命友誼的象徵 體態與親密無間 甚至有一些籠籠包包的這麼樣一個狀況 女人跟女人反而顯得比較普通一點 可能會受到了一些限制 新世紀之初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 那麼就是大量的丟棄 中國人對於影像所塑造出來的這個世界 都有一種往事不願意再提起的這種感覺 急於拋棄自己舊日的那種生活方式 舊日的那種形象 我想的話可能與我們時代快速發展 帶來的這種眩晕感有關係 社會的開放 家庭的流動 使得原來的那種親親關係 都會有改變 用圖像世界所維繫的親族關係 或者個體的這樣的一個跟歷史的這種關係的話 我覺得是脆弱的 這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今天的我們大量的日常照片的話 在數字時代更加扁平化 更加同質化 我覺得它真的會隨著時代 會在歷史的這個變遷而逐漸消散 在數字時代表別